爸爸 明天 你看錯人了 爸爸出差一去 怎麼可能是爸爸呀 是爸爸 在哪兒呢 那兒 光明呢 出差了 昨天半夜接個電話 一大早早門分機去冰城了 哪兒呢 是婷婷她爸爸嗎 梅姥姥那是我爸爸 剛剛坐車 他走了 要不然我打個電話 直接問問吧 給誰要 徐光明啊 打電話怎麼說 告訴他 你看見他跟一個小妖精 從酒店裡出來了 你想想後果 你要是跟他們說了 不管是真是假 就你們丁雪來火爆脾氣呀 把他們兩個就毀了 明白嗎 那你的意思就是 看見了 就裝作沒看見 對 就什麼也沒看見 什麼也沒發生 冰城那個地方 也沒什麼土特產 所以回來啥也沒帶 但是呢 我給婷婷買了個禮物 婷婷 你喜歡嗎 喜歡 來給她起個名字吧 她叫萌萌 她是我妹妹 好 那就叫萌萌 上班得順利嗎 順利 其實就是十分鐘的事 很快就解決了 那怎麼不早回來 本來是想昨天晚上回來的 但是他們老總啊 會留我們在那兒吃飯 本來說今天還要請 我說家裡邊有事 就提前回來 爸爸 昨天我看見一個人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不會吧 姥姥也看見了 可姥姥非說我看錯了 真的啊 媽 怎麼了 沒事吧 坐久了可能腳有點麻 媽怎麼了 你 你是不是生氣了 沒什麼 媽有點不舒服 我想回去睡一會兒 不舒服那你上樓 我說你這個孩子 你就是個糊塗蛋 你把話說清楚了 我怎麼了 你就是個糊塗蛋 你今天是不是腦子出問題了 對 我腦子出問題了 莫名其妙 回來了 丁丁睡了 來 媽今天怎麼了 媽今天怎麼了 不知道呀 莫名其妙的 你說 她是不是更年輕沒跟完呢 對了 你見了那邊老總 他們怎麼說的 房子的事情沒問題吧 沒問題 說好的事情怎麼會有變化呢 行 那我們下午就去明鎮局吧 輕鬆 提醒你 增加 les襯裡